现在呢,如果以大乘佛法为主的话 佛就是能用义音为众生说法 所以整个大乘佛法都是同意佛用义音为众生说法的 故无量义精云,能以义音谱义众生 因此呢,这边首先就先引用经来证明 第一个就是无量义精 无量义精呢,有这句话 就是能够用义音谱义众生 其实这一句呢,在前面也曾经引用过 就是佛用义音为众生说法 会普遍的来回应 因为听闻法的众生是无量无边 所以就会佛在用义音说法的当下 一个音声就能够普遍的回应种种的语言 种种的声 就不管是任何的众生 任何的众生 只要听佛说法 那佛在义音当中 他并不是说讲了很多种语言 这样子不是一种音声 一种音声当中就能够适应众生的根基 然后呢,适应众生呢 在不同的音声,不同的语言当中呢 他都能够听闻 都能够理解这样子 这是无量义精所说的 那其次呢,又大不思义精云 如来说法一语中 眼说无边弃精亥 在这一部经呢 一样有这个经句 就是呢,如来为众生说法 那么为众生说法 在一个语言当中 在一个语言当中 就能够演说无量无边的气精 无量无边的道理 这个气精呢 我们前面学习过 就是能够契合真理 契合众生的根基 凡事所宣说的法 只要呢 是契合真理 契合根基 那么这个就叫气精 所以佛说的法 佛说的道理 都叫做气精 道理是无量无边 但是呢 在一语当中 就能够宣说 无量无边的气精 而这个气精呢 用喊来比喻 比喻它的深跟广 这样子 这边呢 我们在一诗的理解 一语呢 可以从两个层面呢 来做理解 一个是 因为我们了解 佛说法的时候 他用一种语言 用一种音声 这个叫意音 就可以包含一种语言 一种语言 那说法 比如说我们在讲话 话讲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音声 这个是音声 所以一种语言 一种音声 但是呢 能够怎么样呢 普应众生 还有呢 言说无边 气精 就是以语言来讲 有的是阿罗汉 有的是凡夫 那 针对不同根基的众生 佛究竟要怎么说法呢 比如说 这个大菩萨 应该要听高僧的 大乘法 那阿罗汉呢 他只能够听 这个小乘法 那 或许凡夫 他呢 他只能够听闻 人天的善法 那 面对这些群众 佛应该怎么说法 才好 他不是说 我先为大菩萨讲 那讲的时候呢 这些人 听不懂 这样子 那接着呢 在为阿罗汉说法 那凡夫呢 也不能够理解 听不懂 那最后再讲 人天法 佛不是这样说法的 佛就是在 一音当中 一个音声 菩萨听闻的 是大乘法 阿罗汉听闻的 就是小乘法 凡夫听闻的 就是人天善法 这个就是一音的功德 所以一种语言 能够让 即使 不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众生 也能够理解 这个叫一音 还有呢 就是 在一次的说法当中 能够适应 所有众生的根基 不会说呢 说的时候 有的懂 有的不懂 有的呢 不能理解 不会这样子 即使呢 各种根基的众生 只要来听法 他能够 听闻的 都是适应 他根基的法 那这样子 佛要怎么办 办得到这件事 他的功德 一音就能够圆满 再一次的说法 比如说呢 开口讲一段话 那开口讲这一段话呢 他就是一段的音声 但是呢 不同跟基 听闻的 都是不同的法 这个就是一音 所以一音 普应众生 就是能够用一个音声 来回应 来适应 所有众生的根基 然后呢 用一种语言 能够圈说 无量无边的道理 所以一个音声当中 就具有无量无边的道理 因此 不同根基的人 他就随他所听闻的 来接受 这样子 其次呢 无垢称云 无垢称金 也就是唯摩戒金 玄奘法师翻译的版本 叫无垢称金 那么这部经里面 有这个祭诵 佛以一音言说法 有情随类各得解 就是佛用一音 来为众生说法 而天文的众生呢 随他的类别 所谓的类别就是什么 根基 不同种类 不同根基的众生 他都能各得理解 各得理解 那就是刚刚说的 如果是大乘的根基 他听闻的 他理解的 就是大乘法 圣身法 那小乘 或者仁天 他所理解的都不一样 其实呢 要佛地论 第六卷云 这边又引用佛地论 就是佛地经论 清光菩萨所写的 这个前面都讲过 那么 成所作字 谁诸众生 亦要差别 现化与业 说种种亦 断诸疑惑 这个成所作字呢 成所作字呢 各位应该都听过 转世成字 对不对 我们众生呢 有八事 就是眼耳鼻舌身 前五事 还有呢 就是第六一事 再加上 第七莫纳事 第八阿纳耶事 我们众生的心 就是这八个事 那这八个事呢 它是什么 它是染污 是杂人法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当然最主要就是 第八阿纳耶事为主 它是果道的主体 心的主体 那从阿纳耶事 再引申出前七个事 而这七 这个八个事呢 就是由我们的烦恼 照业 而引发的 所以都是过业苦的境界 都是杂人法 那我们经过修行 到最后 成就的 当然最究竟 就是成佛 那成佛的时候呢 就会转八事 为四个智慧 把这个八个事呢 本来是杂人的心 杂人的心呢 在成就 菩提的时候 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呢 就把杂人灭除 然后呢提升 转而为清净的四种智慧 而这第一个呢 就叫做成所作制 成所作制 它就是转前五事 转前五事 作为成所作制 当然这个四种智慧呢 在我们往后呢 也会学习到 这边只是大概的理解 所以成所作制呢 就是佛将前五事 转为这样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呢 它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变化 无量的化身 它的功德就是这样子 成所作制 就是成半所作 圆满所作 那圆满什么所作呢 就是在十方法界呢 化现无量的化身 还有呢 为众生说法 这个就是成所作制的功德 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 所以成所作制呢 是佛的智慧自一 就是转前五事 那当然还包括 那转第六事 为妙翻查制 那转第七事呢 就是平等性制 那转第八阿赖约事呢 就是大元禁制 那转八事 成就四种智慧 那成所作制 它是怎么样呢 能够随一切众生的 意要差别 也就是众生 他的心 根基不一样 心意不一样 那这个叫意要 意要就是内心的好要 意愿 也就是众生 他心所想的 心所好要的都不一样 根基也不一样 那现在佛的成所作制呢 就能够随一切众生 他内心好要的不同 而化现不同的语言 然后呢 为众生说种种的法义 随众生内心之好要 比如说呢 有的众生 他想要听闻人天法 那有的众生 他想要修出离 这个解脱道 那有的众生呢 他是怎么样 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他好要大乘法 众生的内心的好要 是不一样的 但是佛他都能够明白 并且呢 随众生心意的差别 就化现语言 所谓的化现语言呢 其实就是说法这样子 那在说法当中 宣说种种的义 这个种种义呢 就是要断出疑惑 就是断一切众生的疑惑 因为心所好要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疑惑 或者说 我们众生都是不明白真理 那透过佛为我们宣说种种义 而能够被事里有不颠倒的认知 这个就是把疑惑断除 那么为发一阴表一切意 定书有情 谁类获益 这边就进一步做解释 也就是说呢 佛发出一种阴生 因为为众生说法 就是要透过阴生 那么阴生当中有语言文字 那么透过一阴发出一阴 在一阴当中能够怎么样 表示一切的道理 阴生语言文字 就是能表示 道理就是所表示 照理说 比如说花桌子 对不对 花是一阴 然后里面有语言文字 它能够表示这个境界 或者说无常 它是一个阴生 一个语言文字 然后表示这个意 可是以我们的境界 我们讲出一句话 一个阴生 一个语言文字当中 只能表示某一个意 某一个境界而已 某一个法 可是佛不一样 佛在意音当中呢 能够表示一切意 并且呢 使令一切众生 这个定呢 就是决定 决定能够让一切众生 随其不同种类 而获得利益 不同种类的众生 不同根基的众生 在佛的意音当中 因为既然已经表以切意了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随他所好要的 他就去接收这个部分 也就是佛在意音当中 一切法都已经宣说了 那如果是立根的众生 大秤根性的众生 他就是接收这个大秤法 那小秤根性的众生 他就听闻到小秤法 那好要在世间受复乐的 他可能就听闻到人天善法 谁都能够怎么样 获得利益 他就听闻到小秤根性的众生 我会认识 可惜 我会认识 switched奉辩 我会认识 оз得利益 大家 都有 只是 ти 到底有这些事 都得利益 我会认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会认识 这个 我会讆 我会讆 我那些事 我会讆 我会讆 2.3.2.2.3.2.3.2.3.3.2.3. 6.3.2.3.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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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由《伎今言》就是佛帝经论这个地方 清光菩萨他就引用《经》当中所说的 就如同在《伎今》当中佛有这么说 佛以一音演说诸法,众生随类各得开解 一样,佛用一音来演说种种法 而众生随其种类,但是各得开解 开解,解就是理解 那这个开就是通达的意思 随他的种类都能够怎么样?通达理解 不管是什么根性的众生 只要听佛说法 佛在一音当中宣说出去 即使在座有一百种人 一百种根性的众生 但是每一个他都能够开解 或有部位或有欢喜 或生厌离或复断仪 这个听人的众生呢 或者生起怎么样? 部位心 或者生起呢? 欢喜心 这个所谓的 所谓呢 部位呢 这个部位的意思 比如说佛宣说三恶道的苦果 他告诉我们 由地狱恶鬼道出生道 这样的境界受苦 那众生听人呢 就会怎么样? 恐惧 就会产生恐惧 对这种苦恶的果报呢 不可爱的果报呢 那产生恐惧 这个叫部位 或者有的生起部位 这样子 或者呢 生起欢喜 比如说为我们宣说 人天的善法 那听闻的众生 他就会起欢喜心 那我们将来呢 能够 如果栽培善法的话 那将来能够往生善去 受用负累 或者说包括 出世间的善法 天人呢 能够了知 我这样做 能够出离一切苦 起欢喜心 那么 或生厌离 就是呢 生起厌离心 比如说呢 在宣说出世间法当中 同样的 那也要告诉我们世间的苦 比如说 讲苦及灭道 在讲苦及灭道的时候呢 让我们对苦及产生厌离 就是这样子 厌离苦及 厌离世间 还有呢 不够断移 断除疑惑 比如说 佛圈说 诸法的体性相貌 告诉我们 五蕴十二处 十八件 明白诸法的体性相貌 那对于诸法 就不再有疑惑 那这个就是断移 所以 也就是说呢 佛在一阴 为众生 演说法的当下 众生 随他的 种类 跟性 不同 但是理解的也不同 有的他就会起 不畏心 有的就会起欢喜心 那有的呢 就厌离了 有的就断除疑惑 所以佛在一阴当中 那不是说大家 有理解的都一样 是不同的 此事 如来本愿 所饮 不失毅力 所发话语 亦能断一切重疑 那么为什么佛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就是因为佛他的本愿 所谓的本愿呢 就是他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要上求佛道 下化一切众生 而这个根本的愿力呢 当最后使命我们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呢 就会引发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大威德力 而这个大威德力呢 它就会变化出这样的语言 就会有这样的力量 就我们凡夫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没有 只能够一种语言 一种音声 然后呢 表示一个境界 表示一个道理 只能够这么做 但是众生听闻呢 别人听到了 他究竟心里怎么想也不知道 也可能我们这样讲 大家也听不懂 但是佛 佛的大威德力 所宣说的语言 就不一样 这个语言是什么 话语 变化的语言 那什么样的智慧 来承办这件事呢 也就是承所作志 承办这件功德 因此呢 能够使命一因 来断除一切众生的疑惑 所以这一段呢 是佛地经论第六卷里面 清光菩萨 他所说的 那么 如是等于说 不可拒束 接着呢 就是原测法师告诉我们 以上只是简单的 影用无量义经 大不失义经 大不失义经 无够称经 还有呢 佛地经论 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 同样的 同样赞叹佛能够用一音说法的这个文具呢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不可以一一的引用出来 为我们叙述 没办法 因为太多了 讲不完 引用几个代表性的经论 这样子 那里面呢 就是以这个无垢称经 维摩结经 它有一段是描述佛 一音为众生说法的这样的功德 接着呢 然一音者是一范音 然而所谓的一音 这个一音是什么呢 也就是范音 范音 那么故无量亦经云 几首归一范音生 同样的这边 又引用无量亦经 在无量亦经这边呢 又开示 几首 这个基手呢 它是一种敬礼 而这种敬礼呢 是表达我们内心最高的崇敬 我们比如说我们对某某人 要表达我们最高的崇敬 但是呢 表现在外的 有这样的礼节 基手 也就是呢 整个身体 扶手 趴在地上 扣手这样子 这个叫基手 所以这一句基手呢 我们在佛地里面常常看到 一般我们佛地只能就是五体投地 来礼拜三宝 然后这个叫基手 基手归音以范音生 范音生就是范音 那为什么要礼尽这个范音生 归音这个范音生呢 其实范音生 它是佛的功德之一 功德之一 佛的功德呢 无量无边 其中呢 有一个功德叫三十二相 在三十二相里面呢 其中之一 就是范音相 范音相 这个范音相呢 就是佛说话的时候呢 只要开口说话 就是范音 这个叫范音相 那为什么称之为范音呢 就是大范天王 大范天王的音生 本身本身就是非常的清脆悦耳 然后呢 普遍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听闻 本身大范天王就有这样的相貌 他的音生就有这样的相貌 那现在呢 佛他是更不可思议 所以就是以众生能够理解的范音 来表示佛的这个威德 这个叫范音相 那么在这个 这边啊 又制度论 又引用这个制度论 八十六语言 在八十六卷这边讲 欲为众生说法 解一切众生 语言因生 以范音生 而为说法 就是呢 佛菩萨 他要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那基本上呢 佛菩萨就已经能够解一切众生的语言因生 不同的语言 就是不同的因生 对不对 我们讲国语 讲台语 讲日语 他都是不同的语言 但是发音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语言因生 那一切众生都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因生 但是呢 在九地菩萨以上 九地以上的菩萨 因为九地菩萨呢 成就四五外制 这个四五外制呢 其中有一个 那就是能够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因生 那所以九地以上乃至成佛 都有这样的功等 能够解一切众生的语言 那么既然解一切众生的语言呢 他也不是说用不同的语言来说法 就是用泛因生 佛就用泛因生来为众生说法 可是呢 不同的众生 他都能够听闻理解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泛因生当中呢 他基本上就已经能够 宣说出一切众生的语言因生了 就这边 就是引用大智度论 那同样在大智度论里面 在大智度论里面呢 龙树菩萨他就有写出五个所谓泛因生 所以佛的这个泛因 三十二相的泛因相 他的功德 有五个 第一个呢 就是圣生如蕾 第二个呢 清澈远播 闻而悦乐 当然第一个呢 那个声音很深厚 然后呢 很响亮 就如同泪一样 那第二个呢 声音呢 是清脆的 然后呢 圈缩的时候呢 远播 吼亮能够传播 非常的遥远 并且呢 让听闻的众生 悦乐 就起欢喜心 听闻的时候呢 心就欢喜 第三个呢 入心 敬爱 就是说呢 佛的泛因 宣缩的时候呢 能够深入到众生的心 让众生心 能够对佛产生尊敬 能够呢 敬爱佛这样子 一般我们听到 好听的声音 听到就会怎么样 会喜欢 就是这样子 接着呢 敬爱